我差点就相信美国人是真的在关心穆斯林的人权问题了 什么东西违法又管不了 那就把它合法化吧 根除犯罪 指日可待 到时候出了人命 你们愿不愿意去背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案讲出来 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You can you up I know can no BB 所以说 大家好 欢迎来到言论 如果您是第一次收看我的视频 麻烦您点赞留言加关注 如果您喜欢这段视频 一定要分享给您的小伙伴 如果您之前已经关注过我的频道 麻烦您自己检查一下 有没有言论自由 如果被无故的去关 那么真的非常的抱歉 麻烦您再次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美国众议院于当地时间12月3日 以407票赞成一票反对 表决通过了2019年维吾尔族人权政策法案 美国众议院的这个议长南希佩洛西 在表决之前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 今天维吾尔族人的尊严还有人权 受到了北京野蛮行为的威胁 这是对全世界良心的侮辱 我们要向北京发出一个信息 美国不会对此保持沉默 今天我作为一个段子手的尊严和自信 受到了华盛顿野蛮行为的威胁 你们这种一本正经讲笑话的功夫 我虽然练了很久 但是总练的没有这个老太太到家 我要向华盛顿发出一个信息 讲笑话还是你们比较强 小弟我佩服佩服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总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原来的美国政府呢 很多操作都是远看操作猛如狗啊 近看就一二百五 但是现在这个川普政府远看好像二百五 近看就是一二百五 这种感觉真的是越来越强烈 虽然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一口气通过了好几张废纸 但是这笔账好像还真算不到川普的头上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川普也是一个受害者 老爷子根本就不想签这些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 但是没办法不去签呢 这些法案最后还是会自动生效 自己老老实实的签了 还能争取到一些党内和党外的支持 还有吃瓜群众们的好评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串数字 13769 我知道你们肯定不记得 其实我也不记得 我这么说的目的呢 只是为了嘚瑟一下自己的记忆力 刷一波优越感而已 第13769号行政令 全称叫做阻止外国恐怖分子 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 是川普川大爷在2017年1月27日 签署并立即生效的一条法案 这条法案的具体内容 其实就是禁止七个位于中东 以及非洲的穆斯林国家的人民进入到美国 而且我记得当时 就算你已经拥有了美国签证或者是绿卡 待遇也是一样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之间 他们今天又开始关心起地球另一端的 穆斯林的人权问题 如果不是我的智商 在60分以上 并且完整接受了小学6年的义务教育 我差点就相信美国人是真的在关心 穆斯林的人权问题了 一聊起西方的这一套普世价值 那真的是一个永远也聊不完的话题 因为这个东西的槽点实在是太多了 一旦开始吐就很容易停不下来 某一些道貌岸然的国家 非得要把自己单方面界定的某些价值 灌上这个普世价值的名头 然后满世界的去搭救别人 你不让他搭救还不行 你不让他搭救他就要抽你 就好像看到一群小学生 把一个本来不需要过马路的老太太抬过了马路 So sweet 但是如果只是这样也倒还好 但现实情况 某些国家为了推销这一套所谓的普世价值 不惜诉诸武力 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因此变得生灵涂炭 变得动荡不安 某一些西方政府和媒体总是喜欢说 这个民主自由人权都是普世价值 作为一个已经做了差不多六个月的中文YouTuber 也就是你们有些人口中的五毛 对于这一套普世价值 我深有体会 简直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但是我每次听他这么讲的时候 我总是忍不住想问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普世价值是真的 那么难道真的这个世界上的普世价值 只有这么狭隘的三件套吗 中国人能不能也加上这么几条 比方说和平 坚决拥护联合国架构下的国际秩序 消除贫困 男女工作报出平等 和谐 仁爱 责任 等等等等 难道这些不能算作普世价值吗 既然号称是普世价值 您总得允许其他国家说说话吧 既然是普世价值 那么好歹得让所有国家都觉得这玩意儿 能被接受才能叫做普世吧 凭什么只能有少数几个西方国家说了算呢 这样的普世价值 还有什么正义和公道可言呢 即便是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 他们彼此之间 你都能找到很多的不同点 就比方说美国号称有言论自由 但同时却监控着那么多美国公民 还有世界其他国家公民 甚至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日常通讯 爆出冷静门的这个斯诺登被全球通缉 连家都回不了 试问这种美国特色的言论自由 我们该不该学 世界上其他国家该不该效仿 这算不算普世价值 至于这个人权 那就更有意思了 美国绕过联合国安理会 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这到底是推进了伊拉克人的人权 还是严重侵犯到了伊拉克人的人权呢 连美国自己的媒体都把这场战争 叫做入侵伊拉克 面对着十多万无辜伊拉克人丧生 如果您还觉得这场战争是正义的 那您不是傻就是坏 小弟我觉得呀 不管这个美式人权被吹得怎么样的天花乱坠 你好歹得确保你的听众们都活着 都还能喘气 咱们才能聊其他的东西对不对 导致这么多无辜人丧命 您好歹说声对不起 认个错也行 这好歹也是这颗星球上 混得有声有色的大流氓 最后什么话都不说就走了 这个不太合适吧 享誉世界的关塔纳摩监狱 那简直就是美式人权最好的展示窗口 好像那里面关的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吧 虐求性侵各种暴力 关错人的事情 不知道已经被爆出来了多少 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网上搜一下 类似的内容有一大堆 试问这种人权算不算普世价值 其他国家要不要也学起来呀 美国军方什么时候也开放一下 让其他国家观摩学习一下呗 然后再把世界儿童权利公约给签了 别老找各种干的理由不签字 人权斗士 好歹起一下表率作用嘛 不好意思跑题了 咱们言归正传 这个瑞典算是一个典型的高福利国家吧 但是它的高福利是建立在高税收的基础之上的 瑞典是一个民主国家了吧 人民也是自由的吧 那么美国要不要也学习一下呀 哦不行 这个东西在美国叫做侵犯个人财产权 当年英国人就是这么被打跑的 说到英国好像现在还有一个国教 据说还是学校的必修课 那民主自由的法兰西人民要不要也来学一学呢 呃不行啊 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法兰西人民啊 是绝对不能容忍自己的国家里有一个什么国教的 同样的法国禁止穆斯林女生在教室内包头巾 这个东西中国也没有办法学呀 太不尊重少数民族同胞了 人家包个头巾 又没有挨招你什么事 你不喜欢可以不要看嘛 你直接不让人家包 这会不会太霸道了一点 完全是侵犯人权 所以说呀 连你们自己内部都没有搞清楚 这一套价值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就满世界到处瞎嚷嚷 什么普世价值 真的是不知所谓 总有那么几个国家 想要当全世界的法官还有宪兵 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 随意干涉别国的内政 甚至还不惜发动战争 那我觉得美国和欧洲就可以相互制裁一波了 欧洲呢 可以因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就制裁一波美国 然后西方国家呢 可以联手再制裁一波挪威 因为挪威啊 到现在为止还做不到男女同工同酬 男女在工作报酬上得到平等的待遇 这应该算是一个得到普遍共识的国际标准吧 连这个东西都做不到 西方的人权 为什么真的是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对了 还有一个更搞笑的 2014年 普京用的就是西方倡导的这一套 人权高于主权的借口 出兵了克里米亚 支持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族群 保护自己的人权 这个他们就举行了一场全民公投 最后就决定加入俄罗斯联邦 但是这个时候呢 美国领导人突然就跳出来了 开始大谈国家主权不容侵犯 男生都知道 这个男厕所里面 一直都是一个笑话的聚集地 你总可以在墙上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笑话 我觉得这一条笑话 完全可以收录进男厕所了 因为全世界都笑尿了 一说到新疆的事情 我就不由的想到 2014年的3月1日 在昆明市的火车站 发生的那一场恐怖袭击 一帮恐怖分子 见着平民就砍 最后造成31人死亡 141人受伤 这个团伙一共就8个人 您各位想想 就8个人靠冷兵器就造成了如此之大的危害 我提这件事情绝对不是要说新疆的各族同胞 就是恐怖分子 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而且事实也证明 恐怖分子行凶的时候 还根本不看你是什么民族 其实美国也是一个被恐怖主义威胁很严重的一个国家 所以它的很多做法其实我能够理解 比方说机场的安检 要求所有人都需要把皮带解下来 需要脱鞋 过透视仪 所有人的通讯都要被监听 政府如果有需要 可以跟所有的美国公司要求 把他们收集来的客户的个人信息 全部无条件交给政府 所以个人信息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是完全透明的 隐私是什么没听过呀 宁国透视仪的时候 那基本的画面就是一副全裸 但是如果能够让这趟航班安全一点 保护无辜的生命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但是为了要根除恐怖主义 只做到以上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在今天的中国 如果要想把恐怖主义彻底扼杀在摇篮里 我们就必须得要先搞清楚 滋养恐怖主义生长的温床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在今天的中国贫穷 还有与主流文化与主流社会脱节 就是滋养恐怖主义最重要的温床 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的这个再教育计划 就是为了帮助那些连汉语都不会说的维族民众 融入到主流社会当中 赚多一点钱改善生活 我觉得这跟人权不人权 自由不自由没多大关系 即便你在美国 那会英语的和不会英语的 那生活状态也完全不一样吧 那有些人肯定又要说了 我有一些维族人我就是愿意穷 我就是不想融入主流社会 难道不行吗 很抱歉 在中国的确不行 就像是你在中国 你吸毒就必须要强制戒毒 在美国那你就不需要 你只要不贩毒 你爱吸啥吸啥 根本没有人管你 这些人的确有了自生自灭的自由 但是您各位想这么一个道理 也许他今天只是自己吸毒 没有祸害到其他人 但是如果不对这些人加以控制的话 那么他们早晚都会变成社会当中的不稳定因素 比方说传染艾滋病 传染性病 潜在的毒贩 暴力犯罪 小偷小摸等等等等 您能想象到的一切的不好的东西 那么当这些不好的东西影响到其他人 那么普通人的自由权利又该怎么办呢 就比方说我现在走在纽约的大街上 我时不时就可以闻到大麻的味道 顺便一提现在在纽约的公共场合 你抽大麻是完全合法的 这也算是美国的一大特色 什么东西违法又管不了 那就把它合法化吧 根除犯罪 指日可待 那么我作为一个不愿意抽大麻的人 那么我走在大街上 你让我闻到大麻的味道 那我的权利 我的自由又该怎么办呢 我再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一个人的生命就是属于他自己的 这没任何问题 如果这个人自己都不想活了 那我真的觉得其他人也没有必要去阻止他 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这个事实就是在你想不开要跳楼的时候 政府专门养活了一帮人 在你要跳楼的时候 他们得用充气床垫在下面接着你 这就是现代文明社会对每一个个体公民的某一些行为 都要有不同程度的干预 这就是现代文明社会 不能是人民觉得什么样好 什么样自由 全部都由着民众的性子胡来 全部都以我自己的命 我自己做主 我自己的事情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个国家早乱套了 在中国的土地上学习普通话 为社会提供价值是所有中国公民的责任与义务 国家给你提供就业机会 让你有更好的生活 这同样也是国家的责任与义务 大家各司其职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这样一个国家才能良性发展 才能发展的更好 我不得不说今天新疆的再教育营 的确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案 但是我觉得这是今天中国政府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案 其实说一千到一万还是那个最根本的问题 如果中国再发生类似的恐怖袭击事件 西方的这些民主斗士们 你们愿不愿意一命长一命啊 到时候出了人命 你们愿不愿意去背啊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案讲出来嘛 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You can you up I know can no bb 所以说呀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谁都不要站在道德的高地上 随意的去指责其他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 一定要给我点个赞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